好来我们看第11TA这一边 so它在这一边它告诉我PUT是直线 然后PRS也是直线 然后QRU也是直线 它叫你找出XYZ的那个value so首先我们要找X的value的情况之下 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在这一边我找80度 为什么它会是80度呢 因为我的那个直线嘛 所以它是180嘛 所以我的脚PRQ会是等于180度减100度 然后它会等于80度 OK因为它是直线 然后过后呢第二个步骤呢 我就可以找X 就是说我的X加80度再加75度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X呢会是等于180度减80度 再减75度 然后它会是等于25度 OK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就有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合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外角是100 所以我的100度会是等于我的外角 等于内对角和里面的对面 所以是X加75度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00度减75度 然后等于25度 所以我的X拿到同样的答案 所以在这一边我知道我的X是25度 之后这一边我也知道它是25度 然后接着呢其实我就可以找我的Y OK我怎样找我的Y呢 因为2525所以这边是50度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 其实这个它是in三角形PQU啦 OK 然后我在三角形PQ 刚刚刚那个是PQR OK 现在这个是PQU PQR 然后PQU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呃 这个是我的第三个动作 OK 我的那一个 呃 什么 角 PU 加50度 再加75度 会是等于180度 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脚BUQ 会是等于180度 减50度 再减75度 OK 所以我会拿到45度 对吗 180 减50 减75 然后 哎 55 55 OK OK 好 呃 55度 然后 呃 所以我的Y呢 会 呃 加55度 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Y会是等于180度 减55度 OK 所以180减55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125度 125度 OK 当然我在这一边 我还是同样的 三角形外角 等于内对角 我的Y是外角 内对角是这个加这一个 所以它是50度加75度 OK 所以它会变成125度 OK 这个是更快的一种方式 OK 好 然后最后我要找Z的时候呢 Z的情况之下呢 我可以这样 我就是说 在我的这个三角形 呃 PTS里面 PTS PTS 这个三角形 OK 我的这个Z 加25度 再加50度 会是等于180度 所以我的Z会是等于180度 减25度 再减 那个 50度 所以我就有180-25-50 然后105度 所以我的Z会是等于105度 当然你还有别的方法啦 就好像 呃 假设我现在还要找第二个的话 这一边就80度 然后它就四边形 然后Y刚刚找到是125嘛 OK 所以我的在 那一个 呃 什么 RSTU 的这个四方形里面 我的Z 加125度 加80度 加50度 因为 然后它就会变成360-125-80 再减50咯 所以我就有360-125-80-50 所以我拿到的是105度 也可以拿到105度 OK 所以 呃 这一个 是 都有 多过一种方法来拿到答案啦